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乐斯网安与合体拍杂志 赵乐斯有多美网友惊呼 这里是娱乐寡姐 为你带来最新娱乐资讯 网友发现赵乐斯网安与合体拍杂志 举止亲密 对视 相拥 CP感满满 表现力好强 果然漂亮人的在一起都有CP感 我现在无比期待神隐 网友们也在怀疑是不是神隐 是不是要来了 一般情况下男女主合体拍杂志 就是给为了宣传新剧 可以期待起来了 好想看剧 也想看这组大片 神隐改编自心灵的同名小说 由赵乐斯 王安与 影儿 李云瑞主演 讲述了水明圣阿英与真神之子古静 在收集奋隐先缘的冒险旅途中 守护世间和平的故事 无历镜镜头下的赵乐斯有多美网友惊呼 下辈子预定了 近日 网络上流传着一组生图 展现了赵乐斯五美颜滤镜的真实面貌 这组照片中 赵乐斯的皮肤干净透亮 即使在死亡角度的对脸镜头下 也看不到任何闭口痘痘 这引起了广泛关注 网友们纷纷议论他的颜值 有人惊叹他的美貌 也有人提出质疑 在这个谁懂啊 等时代 赵乐斯的张脸下辈子早已预定了 无美颜滤镜的状态 更是展现了他干净透亮的一面 01 自然之美 真实呈现 赵乐斯的面容没有被过多修饰 没有繁复的美颜滤镜 他选择真实的呈现自己的样貌 这种自然之美 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和坦诚 与过度修饰的审美标准 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一点上 他的做法值得肯定 展现了对自己真实外貌的坚守 作为新生代女演员 赵乐斯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甜美的长相 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这组生图曝光后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他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 即使没有美颜滤镜 依然美得令人难以抗拒 赵乐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 他的美貌不仅仅是外表 更是财情与美貌并重 也有一些网友对赵乐斯的颜值提出质疑 认为他过于依赖美颜滤镜 真实面貌或许并没有那么惊艳 这种争论的美丽也成为他被受关注的一部分 02.无据时间流转 谁懂啊 这句话或许正是赵乐斯对自己美帝最好解释 他的张脸下辈子早已预定了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他用无美颜预径的状态 像是人展示着他干净透亮的美 这样的态度仿佛在告诉我们 美丽可以是与时间无关的存在 是一种真实而自然的状态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赵乐斯选择了在无美颜预径下展示 自己的真实模样 他的美丽是一种对自然之美的坚守 是财情与美貌的完美结合 无论是被赞美还是质疑 他都以真实的姿态面对 这使得他的美丽更加引人瞩目 也更有生意 03 结语 在谁懂啊 的时代 赵乐斯的美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无美颜预径下的 他展现了一种真实而自信的美态 这组生图成为话题焦点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 赵乐斯的选择是一种 对自然之美和真实自我的诠释 美丽的定义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解读 而赵乐斯通过无美颜律镜的状态 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真实面貌 这种真实无瑕的美丽 不仅让人惊叹 更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美的力量 他的选择成为一种引领 呼吁人们敢于面对真实 坚守自我 在娱乐圈的舞台上 赵乐斯以出色的演技和甜美的长相 受到了广泛赞誉 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也用无美颜律镜的状态告诉大家 美貌可以是与财情相辅相成的存在 这种与财情为基础的美丽更显耐看 使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结论 在终求美帝路上 应敢坚守真实自我 用内心的光芒照亮前行的方向 无论是美颜律镜下的精致妆容 还是素颜下的自信温笑 都构成了他美丽多彩的人生画卷 或许 正是这种真实的美 让他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希望他的美丽故事能够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 引领更多人人敢追求真实 敢于在水冬啊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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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